這次會議我們繼續進行二讀 立法院朝野立委經過十五小時表決車輪戰 陸續二讀通過藐視國會罪 還有國會調查權 若三讀闖關成功 未來立院可以要求政府機關 部隊 法人 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提供相關資料 若不配合 將處最高十萬元罰還 還可連續罰 立委憂心一旦通過恐怕無限上綱 不只企業商業機密可能遭窺探 還可能涉及國安泄密風險 譬如護國神山台積電 也可能被迫交出商業機密嗎 日前歐洲商會報告也示警 企業領導人將須瞭解 不配合立法院調查 會以其他方式參與 任何可能激怒立委的風險 言下之意若強行闖關 恐導致外資撤台 不過藍尾說相關條文 都還有討論空間 這個禮拜五的院會 我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 理性的好好的把國會改革 後續的法案給逐條的來討論 並且如果有沒有共識的地方就表決 在週五我們還是會努力的 善用意識策略來爭取 每一個條文的發言機會 儘管前一天法案沒有完成三讀 但週五院會將繼續討論 歷經兩次十五小時表決大戰 兩天後朝野立委將進行第三度對決 三立新聞黃城部任務局員小組 特報道 於是 停 操縃 他們 孝 雨